星巴奇到友谷近景谍黎明技术行业 故办第2日2018斗燕时尚伸展台版传电内 以星巴奇秋之旅为主题 拍照星巴克星改巴黎时装周伸展台 前三名克星还可以到日本参访克星 星巴奇中时记者到友读了重新好好租完 五年开始也故办斗燕时尚伸展台 和记者和信发挥赚压力 拍走时尚界明日之星 我知道今年参加的人数比去年还多 而且我们跨群又把它放大了 从原来的家政群艺术群又增加了设计群 所以今年比去年挑战度更高更困难 其实我们知道早年在台湾经济起飞的年代 记者教育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各位同学不要告诉我说 这个都是教科书上面说的 因为我自己曾经历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呢 记者毕业的学生代表什么 代表着实力 代表着竞争力 那毕业呢就可以就业 那获得这个企业非常这个 非常大的这个欢迎 这次在到造型设计比赛 从于造型做冠军的刘冠南 是来组装进高职三年纪的学生 一直在团队合作下 四年年时改变设计 因为我顺利可以得到冠军 我是以一种建筑物的形式去做 我把它称为绽放东京 对它的头饰呢 有点像一种建筑物 然后上面我搭配亮片跟蕾丝花布 盘上去 然后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会感觉在让世界就是在发光发亮 其实我在昨天才敢工敢玩 就是跟着我的同学 我们一开始没有抱着有得名的希望 但是我们这三位同学 装进高职的三位同学都入围了 这次拿到第一名真的很开心 班长在内代表一新八期秋之旅为主题 帕着新八核心改巴黎时装周伸展台 也会参加贵宾 看到新八既制作为核心的武汉創意 接着本件开林英如台三彩虹报道